大家好我是阿狗 英特尔时代酷睿全系都标配的超线程技术 那么超线程技术是什么 以及超线程技术有什么用 官方的话术可能有点难理解 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给不知道的朋友进行科普一下 首先一台电脑的安装分为两步骤 一是把硬件部分组装完成 二是做系统和优化 这两步完成之后 一台电脑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CPU的核心 看作一个工具人 装机员小明 假设装一台电脑 硬件部分安装需要30分钟 系统和作业化需要15分钟 这时候小明的好兄弟小美和小力 来找小明进行装机 那么这个时候小明就需要装两台电脑 然后大家也知道 在系统安装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傻傻的等待中 然后现在小明他也没有超线程技术 没有超线程技术的小明就会特别的专一 专一的小明在装好了小美的电脑 也就是硬件部分和系统部分 都装完之后才会去给小力装电脑 这样不管先装谁的电脑 在装完一台电脑之前都会冷落掉另一个人 并且两台机器装完 一共是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装好 那么有了超线程技术之后 小明就会变得非常聪明了 他就学会了我全都要这种操作 既然装系统的时候 他只能干等着 那么现在他有了超线程技术之后 那他现在可以给小美电脑 做系统优化的15分钟里 去给小力的电脑安装硬件部分 一边给小美的电脑装系统和做优化 一边给小力的电脑安装硬件部分 这样不但减少了整体安装的时间 也同时兼顾到了小美和小力两个人 没有冷落他们任何一个好兄弟 小美和小力也都非常高兴 还夸小明的技术好 那么这个不太专业 也不太标准的故事 就可以理解为是超线程技术了 那么这个不太专门